发华金 信节平乐 以三苦过 于生死中 受诸热恼 这个三苦 是大臣经上唱说的 苦苦 坏苦 行苦 所以这个世界只有苦 没有落 苦苦 遇见 这三种全有 后面这个苦是名词 前面这个它是属于哪一类 那苦苦这一类 苦苦是我们常讲的 僧劳病死 八苦 再加上 求不得 爱别离 冤真会 无因之身 这八种都是苦苦 这八种都是苦苦 欲解 有苦苦 有坏苦 有辛苦 四季天 四季天是修私中沉定 往生 四季天 四季天没有苦苦 有坏苦 又辛苦 为什么呢 他还有寿命 寿命比我们长 再长 又到地 一天 寿命到了 他就感觉苦了 他又辛苦 辛苦 是生命不住 这叫幸 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他不听 幸苦的反面 就是不生不灭 幸苦 就是生命法 六道是生命法 四季天人 又坏苦 又辛苦 最高的五色戒 五色戒身体都没有了 他不要身体 真的像老子所说的 无有大患 未无有身 他没有身多好啊 真的 五色戒没有身 他有四季天 没有身就没有坏苦 所以他苦苦坏苦 没有 他只有幸苦 幸苦 他有寿命 寿命到了 他到了顶头上 他不能再往上去了 怎么办 他就会躲下来 六道轮回 三苦啊 三苦里面 这次讲到热闹 热闹到极处 那就是地狱 我们要知道 佛没有妄语 佛不会下祸吧 佛说的话 正话 佛是真语者 佛是如语者 如就是完全跟四十相同 没有夸张 也没有隐瞒 我们要相信啊 相信佛语的人 有福报了 有智慧 不能不相信啊 那么佛经上 讲地狱 讲得很详细 有阴 有苦 它是散在很多经典里面 不是集中说的 附带说的 说得多的 帝藏菩萨 本人心 那 我们将 佛陀 在经论里面 讲到地狱 这些经文 统统抄录下来 一共是从二十五部 禁论 朝成这么厚一本 我们把它印出来 题目呢 提了一课 注金 二十五种禁论 注金 佛说地狱 极要 也印了不少 六童 这个东西 学佛的人 有时间呢 应该可以看看 看了之后啊 会产生 微地狱苦啊 对经上 讲这个热闹啊 你才有一点概念 否则的话 没有概念 真可怕 为什么受这个罪 不应该啊 阿 尼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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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